关注日本 这个岸田文雄 8月9号他出席了一个 在长崎市的元报 79年的纪念活动并且致辞 你记不记得这一题 我们前两天谈过 因为主要是因为他在长崎 不是在东京 然后当时长崎市长 就没有邀请以色列驻日本大使 结果这一来就惹毛了 其他G7国家 包括英国 包括美国 你竟然敢不邀请 我们的心头肉以色列 所以大家都抗议 就不肯去 那当时的说法是 哎呀没有啦 那是长崎市长 有没有 地方政府的这个个人行为 没有邀就没有邀 但是问题是现在 岸田亲自出席了 所以这个美国驻日本大使 就看懂了这一切 他很不高兴 他说呢 你不是说这是地方政府 长崎所办的吗 但是岸田文雄 既然出席了长崎活动 而且上台致辞就表明 不邀请以色列大使 根本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理由 就是这个岸田所同意的 所以美英大使很火大 但是我们看到也没有办法不去呀 所以这个美国英国大使 带着以色列大使 同一个时间点 跑到东京 也出席了原报的相关活动 这个委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在G7里面 当然这个日本算是这个 唯一的这个亚洲国家 那向来是蛮听话的 那在这个现场 为了这个以色列这么扭 为什么呢 在长崎这个活动 长崎市长林牧使狼 不一定要听岸田文雄的话 因为他们两个本来不通话了 这个活动是长崎市长办的 那邀请你首相来 你首相赶不来嘛 因为长崎的象征性很强嘛 他被丢了这个原子弹嘛 他这个人当然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因为以色列现在的状况 他不邀请他 那以这个日本的体制 他也真的没办法 因为主人是长崎市市长 长崎市办了活动 岸田文雄去也只是被邀请的首相而已 他并不是主办单位 岸田文雄不能说 这个尼牧使狼 你要邀请以色列 不然我不去 委员帮岸田文雄讲的话 帮他还家 真的 因为这位尼牧使狼 这位长崎市长 本来在日本政坛就是个怪咖 但你看到美国驻日本大使 他就是觉得有没有 你岸田去就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政治上的理由 你的推诿 你的一个借口而已 为什么美国英国这么生气 在美国人的立场上面 他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使这个首相管不住他 可是你要知道 这位林牧使狼 他是广播名嘴出身的 他不是哪一个政党 抬出来的 政党 反正就是 简单讲就是日本的柯文哲 他是我们选上 不受控 也不受控 真的是不受控 我觉得这次他这个长崎市长没有邀请以色列很明显一件事情 就以色列来讲 日本来讲的话 他们认为他把以色列定义为一个侵略的国家 就像是他不邀请俄罗斯一样 你们都是在侵略别人 而且以色列现在国际形象已经坏到极点了 我相信基于一点有良心的人 包括日本很多民众在里面 我说日本在这个事情上 怎么没有跟老大美国一起站队呢 因为主要是民众 民众心里现在怎么看以色列 我相信不只是日本 包括美国自己很多年轻人 他也认为说 以色列你现在在残害巴勒斯坦人 所以说我觉得长崎市长 他为了他自己政治全途 他当然会关心民意到底怎么想 别的活动倒是其次 因为这个元报大家知道 当时日本民众是最大的受害方 而且元报是 以色列现在就是一个加害者 加萨的那些无故死亡的民众 所以如果邀请以色列来 你觉得这个活动会怎样 对 因为元报这种纪念活动 是为了追求和平 就是人类不要再有这种原子弹的 这种战争的杀戮的这种行为 那现在来讲 他除了说是没有邀请以色列之外 他也没有邀请俄罗斯 他也认为俄罗斯 就日本的观点 现在你俄罗斯在侵略 所以如果说这个以色列现在到了 你觉得现场的民众还会这么安静吗 不会 我觉得民众可能会抗议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当然长期市长 他心里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办这活动是我在办 那我希望这个整个和平的活动之内 是很平平清静 很平平顺顺的 不要说是有日本老百姓 现在这个时候出来出现抗议日本 以色列的这种来参加这种动作或干嘛 对以色列实施抗议 把整个活动都搅乱掉 所以我觉得长期市长是抱这种心态 可是G7我觉得你们很奇怪 以色列关这件事情屁事 原始他又没丢到你以色列国家 你以色列当初也没有参战了 你这时候来参加这个援报 二十四月大战你还没有立国 以色列如果过来 他整个活动就会失焦 对就会失焦了 非常的尴尬 但是你看到这个美国英国 特别带着以色列大使 到东京出席另外一个活动 你就知道以色列是一个什么样的档次 在美国的心中对不对 就是你就必须要有 美国跟英国来讲的话 就是任何一个场合来讲 代表他挺以色列挺到顶 当然 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日本啊台湾 这个乌克兰啊台湾都不要想太多 是 以色列才是真正的大咖 那跟日本相关的 我问一下委员 资深堂 这个大家知道老牌子 百年企业 说实话 这个台湾这个我们以前长辈啊 家民也有资深堂很高级 对不对 日本货 这个2024年上半年的营业报告 真是吓死人 这个一到六月份 公司的核心营业利润 年减88亿 营业利润亏损27亿等等 年减164亿日元 归母净利 年减多少 99.9% 什么概念 就快要归零了嘛 那下降的原因 就是这个 这个西方市场也不喜欢 另外最重要的是 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减弱 购买行为发生了变化 旅游市场整个盈利下降 还有美洲市场产量的盈域下滑 我们常说这个楼起楼塌 楼起不容易 楼塌有时候就是一瞬间 像这个百年老牌 为什么到此刻为止 一崩就是 崩到几乎快要零了 我觉得 不能说怪说 中国大陆的消费者 有什么反日情节 不买他 他在大陆的营业额 真的是快速下降 这是他必须面对的 但是我觉得 他的状况跟iPhone 有点的类似 有点的不类似 为什么 因为另外一个日本品牌 在大陆上卖的 挂挂叫 叫高斯 你只要去看看高斯 同一个时间 高斯的营业有增加多少 获利能力增加36.9 这两个品牌 会比强烈 也许大家台湾 台湾比较不知道 什么叫高斯 也有啦 但是台湾 你只要听过血鸡脆 血鸡精 就知道是高斯的 委员你很懂 不是因为我对这产力 的一个变动很有兴趣 委员有买清人节礼物 没有 对不起 今天忘了 待会赶快去补一下 那你资深堂是老牌的 高斯当然比较晚 可是你为什么输给高斯 在中国大陆的营业成长 总体营业成长 营业利润增加36.9 一个暴涨一个暴跌 对啊 所以显然是你产品有问题 你不能怪说是中国大陆 有什么原因 消费信心 你不是讲那什么废话 为什么隔壁卖那么好 就是说你特斯坦卖得不好 你这怪比亚迪卖得好 这个话不能这么说 对不对 所以表示 中国大陆还是 很多消费者 还是对日本的产品很捧场 但是你西西斗的产品 如果没有特色 或者是被其他抢过去 你看那个大陆观光客 我今年看过 他们在买那个血鸡精 血鸡翠 是用箱子在买的 你看 我一定是回去送给 三姑六婆 对啊 这叫主力产品 那你西西斗讲不出有一个 好像大家可以提得出来的产品 但说实话 现在年轻一辈 对这个牌子真的蛮陌生的 大部分都去买韩国的 有没有 韩国保养品啊 有人还以为 许街岁是韩国产品 真的啊 其实不是 就是高斯产品 日本的高斯产品 对啊 对 现在不管是这个保养品 还有这个化妆产品都一样 这个包装啊 从包装啊 内容啊等等 然后你看光一个眼睛 就有各式各样的产品 但说实话 资深堂因为它有这个百年品牌 你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精神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骄傲 但好像就是 跟iPhone一样啊 对 一直都不动嘛 对 跟iPhone一样啊 iPhone也是一样啊 13 14 15 你没有什么感觉 那它现在也就是买来送长辈 人家高斯很厉害在哪里呢 对 他自己卖的叫雪鸡精 然后到7月11卖叫雪鸡脆 他卖的下降 叫你拿都没办法 对啊 所以资深堂就是不动如山 不动如山 不带如山 但是它的这个盈利就是垮了 整个崩下去 好 一个就是这个航母 大连造船厂 2号船屋又发现了这个模型组 这应该就是004吧 那个传说当中的第四艘航母 那宽度大概接近40公尺 如果是10万吨的张军 它就是一个核动力 你怎么样来判断 因为它10万吨 我们看看它这个是 你如果不用还是用传统动力 现在的003就8万吨 够大全世界最大的传统动力 拆电 那你8万吨都应该用核动力才对啊 中共的093的核子动力的弹道飞弹潜舰 才8000吨就核子动力了 你这个10万吨还不用核子动力 而且它有三个要吃动力的 第一个它的推进 你这个是不是要核动力 不要再带油库了 第二个电池弹射吃电 你要把20公噸到30公噸的战机弹上去 这个瞬间的中压电要很强 不然怎么弹上去 那么重的东西 还有50吨的空警机 对这个还有50吨的空中引机 空中引机 也要把它弹出去吃电 核动力才有这个办法 第三个这个004的话是电池轨道炮 电池轨道炮是吃电的 电池加速把那个炮弹送出去 那要三个都要吃电 你三个吃电 你现在还在用那个裁电 不够了 要用核动力 那核动力你把整个油库的面积都省下来了 因为核子反应堆 而且这一招是由大连造船厂 大连造船厂已经不造核动力 全部传统 那现在这个大连造船厂 那现在它的我们讲的核子工业 就是核子动力研究所进去了 那平常对啊 你平常做传统的 你现在核子动力的研究所 干嘛要进入大连造船厂 那你很清楚了吗 这个做004的 就是要核动力啊 你核子动力的研究所才会进去啊 是这样 而且它把那个 类似那个辐射的那些 检测的机构也进去 那我们知道 你预估这个004 当然这个现在各方的这个说法不太一样 就它这个 其实我觉得跟003很像啊 都是先什么模型啊 照片一个一个出来 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事后来看 好像这个真的比例蛮高的 你觉得除了这个核动力之外 它还会有哪些比较重大的一些突破 我认为这个突破力 就是说 因为我们看它为什么多大 大小看吨位 它的长度 它现在做的那个长度 大概360公尺 那就是大大型的 超级的 超级的嘛 然后它的宽度 宽度75公尺也是啊 那你这样的话刚好就是 大概10万吨级的 超级航母啊 那这展现出它大国的 海军海洋大国的样子要出来 当然它载的舰载机也多了 F-30 我们叫做歼31 也包括了空井600 也包括了歼15 歼15T都要上去 而且它载舰量 我判断平均应该是85架 那大型的 那当然10万吨级当然大型的了 而且空间腾出来了 讲过那个传统动力的都省掉了 而且以前的传统动力是 要最少都要每一次出海 要带8000公吨的油 因为它吃油啊 8000公吨的 你看那个油库要多大 那个里面核动力就不用了 无限续航 对 那无限嘛 只要换核子燃料就行了 然后这一个大概要6年 因为现在2024年 它如果要下水这个服役成军 2030 2030 你要做的话你要2030 可能要到2028以后 才会做海事 208 2029 看它整个的攻进 那它现在前面三艘出来了 现在这个003出来了 在已经在做测试了 舰载机已经准备要上 这个动力无限续航 就真的是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了对吧 它这可能将来跑到太平洋 跑到大西洋 进入印度洋 因为它不要再加油了 它只要载什么油 载航空用油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殲31 殲15 还有这个空井600 是用航空用油 那其他的就是一般用油 不要这个推进的动力 最用油的 这不要了 完全是核动力 所以将来这个完毕之后 我想这是一个它的 里程碑 里程碑就要出来了 因为毕竟海权大国的样子 就出来了 那这个如果这艘出来了 那辽宁号完全就是训练舰了 对 整个远距投射 远航投射就毫无障碍了 对 因为它现在把这些力量 因为做出来了 003已经告一段落了 那这些这些的工匠人员 还有这些后勤到哪里去 往大远去了 这些你总要不要闲着吧 003出来了 那这些人 你说中国大陆它是有连贯性的 你这些人不要 不要让它闲着 每一艘或者每一架出来 一定都会有一个技术上的 一个新亮点 当然大陆这样的科技人才 各方面突飞猛进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